徹底的把那個隔離要做得清楚 我也非常贊同重罰 喝咖啡抓到50萬 重罰 那你再去 我關心每一個人 就跟關心我的家人是一樣的 那當然也受到很多的一個誤解 那我也希望大家 歷史上的今天 歷史上的今天 你回顧過去我所講的每一件事 沒有一件是為了自己的 我覺得很多媒體記者朋友 跟我一年 兩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慢慢就知道 台灣最後一顆良心在這邊 我講我該講的 那有時候會得罪人或什麼 但沒有那個意思 也希望大家不要取解他 好不好 跟大家做一個解釋 真心的關愛 憂鬱症的一個患者 我們就要告訴他 讓他往光明面去走 人生要看到更多你手上擁有的 盡量不要去看到你所失去的 把他放在腦後 人 不是常有一句話嗎 簡單 是福 簡單的就是一種福氣 知足 常樂 這個已經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詳的一個資訊 那我想我會這樣告訴大家的原因是 因為我身邊 太多這樣的憂鬱症的一個朋友 需要得到我們更多的一關愛 所以請大家不要去誤解他 包括我們的那個王委員 他們可能在媒體上看到 大家有這樣的一個批判 認為我說 因為這樣對憂鬱症的一個患者 是另外一種傷害 各位 現在人的這方面的一個疾病 這是文明病 大家千萬不要匯集記憶 我們面對他 這個問題就會解決一半 逃避問題 問題就會增加一倍 所以我在這裡再一次的呼籲大家 如果你們有看過那一集播出裡面 我去討論有關於這一段 你就知道用心良好 十年前也對九令講過同樣的內容 幾年後在小大也講過 後來在大熱門也講過 這代表我心裡面那是 很存在內部真心真意的東西 而不是無說八道 憲哥你對國內的疫情有沒有什麼看法 很多都是出國去旅遊帶回來的 你有什麼 是啊所以你看回來就非常徹底的 把那個隔離要做得清楚 我也非常贊同重罰 喝咖啡抓到五十萬 重罰 那你再去吧 因為你要考慮 我們現在是等開車 你預防 哎呀路上交通很亂 不要被撞到或幹嘛 你也要小心你撞到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家戴上口罩 有時候不是保護自己 有時候也是保護別人 我們看到人家戴口罩 因為我們工作需求 所以沒有辦法戴口罩 其實我們是暴露在危險裡面 那看人家戴口罩 我們也是要安心 對不對 所以大家加油